给他等到负蛇插去中间 他可能特地卡了 角度卡跳蛮漂亮的 大家都叉叉的找到他 但是都打不到他那种感觉 一堂个刚偷偷的送来一下 哦!神功!直接插了下来 兄弟有话说 这一期选到留言 就是来自于Jeffrey Wu好兄弟的 这位Jeffrey Wu好兄弟 最近都一直在我们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都有关注到他 然后他一直都会问一些蛮特别的 一些问题啦 只不过这一期我们才选到他了 就问到说 为什么一开始你们会想拍影片的念头呢?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拍关于乱动 而不是其他的游戏呢? 嗯!没有错的 像其实我们是有玩过别的游戏的 但是这一个游戏我们玩起来 很轻松很快乐 可能这个游戏的节奏比较快 而且他游戏时间很短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忙着做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抽空玩一两场这样子吧 对对对 而且这个游戏很多欢乐的环节在里面 它的元素 搞笑的东西 对啦对啦 不会像其他有一些游戏这样 要么就是不适合拍影片的 对 要么就是玩起来没有那么欢乐的啦 对啦 刚好欢野乱动呢 就符合了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 对 所以就选择了拍他对不对? 没有错 就把它做成一个影片 分享我们的欢乐给的兄弟们了 对啦对啦 最重要就是玩得开心嘛 是不是? 嗯! 那我们就希望Jeffrey Wu还有其他的好兄弟 跟我们一样都那么享受 玩欢野乱动的 对对 还有享受看嘿兄弟的影片 这个比较重要 哈哈哈 好啦直接进入影片 嘿兄弟 我是功夫啊 我是Blend 今天玩什么? 今天来到欢乐系列 欢乐系列啊也就是游戏赛对吗? 没有错啦 哇这样子新玩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冲刺把莫提斯 冲刺把莫提斯 就是莫提斯要拿着力球冲来冲去罗 没有拿球 他只要冲罢了 他怎样冲呢? 他只可以用普攻来冲刺 而不能用那个左边那个按键来位移的 就是讲全程只可以靠普攻来移动 没有错 也这样就像我们之前看到一些外国的创作手 这样子哦 他的影片就是讲 一个莫提斯打其他九个莫提斯 就是这样子冲来冲去罗 只可以冲啊 啊但是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不玩九个莫提斯 没有错 不玩四个莫提斯 啊 今晚会是一个莫提斯 对战八个普利莫 怎样对战这八个普利莫 啊 因为莫提斯只可以靠普攻来移动嘛 普利莫也只可以用普攻的哦 但是普利莫没有移动 哦 这样他要讲呢? 他讲他就只可以在地图里面 他选一个位置站着 哦 就好像一个机器这样 对啦 等莫提斯走过然后就吹他了 哦哦哦哦 为什么是八个普利莫 加一个莫提斯 一共九个人嘛 我们还有一个评审 啊 还有一个评审 评审 评审就是负责 要给一些提示莫提斯开始行动嘛 对不对 还有打下酱油在你们跑来跑去 那我们检查完了过来 我们的评审将会将莫提斯开始 他就开始走啦 好 那地图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洞穴迷宫 对不对 为什么选择地图 因为自然地图它整个中间都是草虫啊 但是有分几个出入口的哦 所以他们的活动区就在中间啦 中间那堆草虫 没有错 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在左边就是莫提斯的入口 对 右手边那边就是莫提斯的出口 就是讲莫提斯一开始 要走到去左边那边等 等了麦那边就是讲 一叫他行动的时候 他就开始行动了 没错 他就要穿过这个草虫 走到出去外面为止的 而在草虫里面呢 将会有八个普雷莫在里面埋伏他的哦 嗯哼 然后普雷莫站在那边呢 就选好位置 他就不可以再动了 对 所以他们站的位置密不密啊 闪不闪啊 对 就要看个人啊 对 然后莫提斯是不知道的 他在哪个位置停下来呢 他可能就很危险这样 啊 普雷莫一单选了位置 嗯 莫提斯一进来的时候 普雷莫就不可以再动了 对啦 可以站在那边 等莫提斯一经过的时候 如果哪个莫提斯不幸运 你刚好走到你前面 三下普雷莫要玩了 要玩了 啊 当你没有普雷在移动的时候 就是给普雷莫吹死了 没有错了 啊 这也是很难玩的 对 你要想像那个草虫中间里面 就那么小哦 然后一个莫提斯那种穿进去哦 还要穿出来 穿过那八个大汉的拳头哦 啊 对啦 对啦 很恐怖哦 这个好像是 摆扬送入虎口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一个很落小的东西 进入了大汉的身区 啊 这样子今晚 看来很刺激了 没错 啊 还有一点就是啊 所有的兄弟在这里啊 只要游戏一开始啊 刚刚就讲了 只可以用普攻嘛 不可以移动的嘛 啊 大招也不可以用的 没错 啊 就是想 就算你在里面刷到大招了 你也不可以用的 对 不然那个普雷莫一直这样子飞啊 莫提就惨了 但是没有啦 莫提如果刷到大招也不可以开啦 不然你啊 你吸血样吸回来了 你一定通关了的嘛 没错 所以这次挑战非常简单的 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就是那普攻 对 你要看到普攻 然后确保你不会卡墙 然后穿过那么多个拳王的拳头 没错 成功的出道去外面 你就拿下一分啦 我觉得明天末梯的脸 应该是认不出来的 认不得 打到中了 对啦 好啦 现在我就退出这个房间 不然就邀请其他的兄弟进来 好不好 把这个房间代码分享 在我们的Discord群里面 注意新消息来啦 对 其他的兄弟见到来过后呢 我们就开始游戏啦 没错 那如果现在是想玩有遗赛兄弟呢 也记得加入我们的Discord群 只要收到消息 你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玩有遗赛啦 没有错啦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Let's go 第一场是随选莫提斯的 我们先把镜头移去他那边 雨坦哥 对啦 雨坦哥 好 这里我们将会看这雨坦哥的 好不好 这里雨坦哥呢 他就站在那个 嗯 没错 路口的位置 路口 对 等下莫提斯呢 需要在这个路口里面 就开始走进去 嗯 然后普利莫呢 将会在里面站位的 对 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对 当普利莫战争过后呢 他就不可以再动了 嗯 嗯 他只可以等莫提斯一走过的时候 就发动普攻这样子捶他的 对 对 现在大家都战争好好了 OK 我们的老麦布兰在那边 可以走去莫提斯的方向 等一下给点指示他一起走进来 好的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 一切准备好过后 我们就叫莫提斯开始走啊 对 没错 对 你马上去遇到第一个挡门的啦 对 现在他就想着要怎样穿过去啦 这两个有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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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给他上去 安全的位置啊 哈哈 现在应该要全是他的攻击 哈哈 这个位置上的漂亮耶 你看到普利莫吹不到他 对 而且那几个普利莫啊 他们刚刚进入挡 好嘞 你唐哥这次的参与啦 嗯 参丝 没错 那下一场我们的语唐哥将会选普利莫啦 对 然后就另外一个兄弟就会选莫提斯啦 对 我们一共会这样子轮流的玩下去 9次 没错 现在我们直接进入下一场 好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场啦 我们的这个评判老麦 已经开始出动了啦 然后每一个普利莫呢 现在也要开始走进草丛里面了 嗯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每一期格了 大家这一次都很乖 因为我们有用了这个Discord的语音功能 对 在里面跟我们沟通 最少我们也是可以讲到 啊 这样大家就不会那么顽皮啦 好吧 没有错 OK好 现在莫提已经在外面 入口那边准备好了啦 然后呢 其余的八位普利莫也在里面准备好了 没错 嗯 那我们就要准备跟兄弟们开始了 看起来都OK的 好 现在我们把镜头移去莫提那边 然后我们就准备叫他开始了 好 好 莫提准备好了 好来 3 2 1开始吧 摩提斯动起来 耶 摩提 哎呦这个好像门口都进不到 哈哈哈哈 这个好像很难哦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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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直接一进去就死掉了 哎呦 哎呦 插烧烧烧烧 刚刚以唐哥的表现讲起来是很亮眼的这样子 相比之下 对啦刚刚以唐哥的表现是比较厉害一点 插烧烧就过滑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没吸进去就被普利莫垂死了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场了 第二场就轮到G-Wing选出莫提斯了 其余的九位兄弟呢就选普利莫了 现在大家就大家赶紧赶紧的跑进去草丛里面啦 对的 但是有些 你看这个普利莫垂在门口那边直接堵他 不可以这样子 要到外面了 要到全圈里面去 不可以到外面去好不好 好等下 等下我们去那边跟他们讲一次 宇唐哥宇唐哥走进去里面一点 要在中间那个框 不可以躲人家在门口的 要在那个框框那边 记得 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的莫提斯G-Wing已经准备好了 好来 布莱恩转圈圈 开始 开始吧 把莫提斯动起来 现在我们就看莫提斯到底有怎样的表现了 好吧 现在莫提斯 莫提斯走出来第一步 好的 前面就修 哦 哦 野兰暴露了他的行踪 哎呀 哎呀 他让这个 哦 啊 安全哦 差差差 还差一点点就可以走出去了 对对对 现在还要穿过那三个大汗 对 门口那三个 哎哎哎哎哎 可以吗 可以吗 哦 他还是被堵在了门口 他来兄弟都会死在这一边 有点难 有点难这个触碰 但是你已经玩得不错了 比起上一场那个一下子就死掉了 那个没骑的 没骑的就可能差了一点 嗯 所以这一次的G-Wing也玩得很不错了 嗯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进入第三场 对 好啦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的一场啦 这一场是由谁做莫提斯的 啊 这一场到我们的PUBG Hacker 啊 PUBG Hacker选莫提斯 对 然后其余的兄弟就是PUBG Hacker 这时候 莫提斯为安全的地方 就是这个时候啊 啊 他现在很逍遥自在啦 等下当他再 踏入这个草丛 就危险了啦 没有 就一堆人催他了 现在看起来 所有的PUBG Hacker 都已经准备好了 来站好 不要再动了 大家在选择位置 对了啦 哇 这是大家站好 哇 中间我们是看得到一个漏洞的 可以 就看下莫提斯能不能过去啦 好不好 嗯 好 现在大家都已经 现在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啦 好不好 好来 莫提斯现在走出来的第一步 但是目前来讲 还没有遇到任何人的 啊 但大老虎都在前面等着他 对了 但他一趴出 小心小心 慢慢走 不急的 不用急的 慢慢走 他现在思考着要怎样走 哇 漂亮这个伞 卡到在墙壁那边 哇 真是很厉害啊 对对对 他很用心的一个玩家 对对对对 你看现在普利木都打不到他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哎 他去到那个山 哦 直接被捶死了 哎呦 这普利木堵在门口啊 就是一个大赢家 那莫提斯根本就过不到去啦 对啦 再看下 好兄弟可以够聪明了 怎样过啦 对对对 我们要研究一下 看到底谁可以过到的 对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场 好 我们再换一个人玩莫提斯 没有错 看下下一位莫提斯到底能不能通关了 没错 还有几次机会的 好啦这一场我们来到了第五场 第五场就有A强来当莫提斯了 没有错啦 其余的兄弟依然是普利莫 来 普利莫们赶紧跑进去 哇你看这个气势真的是很凶哦 哈哈哈哈 那种大汉的一直抽这个 那普利莫 那个莫提斯跑都不急的概念 好啦 现在莫提斯在那边也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等普利莫 还好的正方先 对 等普利莫们 就像Sepad同人这样的 Sepad同人堵住在那边啦 没有错 那现在我们的黑枪也准备好了啦 然后我们的黑枪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来游戏开始 BAN 好来游戏开始走进去 好 黑枪现在不可以用走位了啦 还没有进去 还没有进去 好 黑枪不可以用走路了 只可以用普攻激动罢了 来 差少少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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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快呢 刚才是热神的 是像拳头打了几通先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就看下普利莫固阵了 然后Panel都要走进去里面了 不要转圈了 我就要这样玩皮 不要挑事情啊 可是要我们全部打你先啦 哈哈哈哈 好 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啦 好吗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叫我们的黑野狼开始吧 他踏出了第一步 然后他伸直出略等 第二个副蛇 哦 被吹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他知道了 这个位置有人 他就已经第二个了 但是太多普利莫了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穿得过呢 哎 被吹了 哎 哈哈哈哈 他还在旁边 抓手 抓手 是出事了哦 两个路口都有人了 对对对 是要怎样走呢 转弯脚的地方有点难 哎呦 哎呀 所以普利莫算大招了 哈哈哈哈 虽然普利莫不能大招啦 但是其实就是这样 这代表要打很多下了 现在打很多下了 没有错 啊 现在看到谁要走啊 对啦 现在等三次 先来个普通打三次 啊 哎 一下 两下 卡枪 哎呦 OK 也蓝卡枪了 两下 然后就这样子被打死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七场是吧 对 哇 真的是夸张 这一次 目前为止没有人过过 没有人赢过哦 看起来真的是有点难玩哦 好 不用紧 不用紧 好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七场 好 好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七场 没错啊 真的是 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赢 对 我们想知道这个游戏真的有那么难 这游戏竟然那么难 啊 先普林默进去 来 就位就位 大家就位 对啦 全部的我们的莫提斯 Panelto 莫提斯 啊 摇歇 摇歇 好像很多招式这样 等下你最好能够打得赢哦 他仿佛是在这个绳子 啊 这种跑步选手这样 对 这里的普林默好像很团结 这一次炸到的好像大家都比较接近一点 嗯 感觉比较凤 就是代表说如果莫提斯一个错脚走错位 就会直接被吹死了 对对对 好 然后这里 这里两个普林默走进去了一点 啊 这样就对了 好 哎 还有以堂哥 以堂哥 以堂哥 颠放盘卡住了 是吧 可以可以 好 现在大家都就位了啦 弄不好 然后我们就有请 Panelto 马上开始吧 全部的普林默站就不要动了 好 来 开始开始 拉进去吧 一步 可以吗 两步 背锥 背传 在门口就结束了 在门口就结束了 看来最远的就是刚才直前那两位兄弟吧 对对对对 以堂哥是很成功地传到进最后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第八场 去到后面第八、第九 不要让我们失望 剩下那两场希望有人能够通关 好的 好啦 现在来到了第八场 第八场就由哪一个兄弟来做莫提斯呢 流星莫提斯 流星莫提斯 不知道有没有像流星那么够快的 对啦 如果像流星一条线通过 没有人可以拦下 真的真的好 他可能就有机会拿下这称号啦 因为毕竟通过的人太少了 对 如果只有一个人通过的话 我们就不用打太多场了 啊 好 现在看起来每个兄弟都 大概都准备好了啦 嗯 好 大家都战得不错 这时候呢 我们就有请 有请我们的流星开始吧 好 莫提斯全部战着不可以动了 不是 普利莫战着不可以动了 普利莫战着不可以动了 莫提斯要开始动了 他动了 第1下 好 第2下 在走多下就会遇到黑墙了 啊 黑墙 直接给他拿一个 会点打压锥 紧张紧张 黑墙直接有个大招了 他每次都站在第1位置 所以会 Curry当地有大招片 他很耀先吉 很耀先吉 你知道刚刚记者汉盔了 是吗 黑墙 啊 pozw 哎哎哎哎道亮灰 有没有机会 sight Fun 刚才是不是很接近成功的一个人 有机会 有机会 来 像现在 Cyberpunk 10 跟ontor的位置 根本没有看过莫提就结束了 看下莫提斯能不能走1下 兩下 三下 走 恭喜流星啊 恭喜流星 打下來了第一場 終於 我們這一層已經是第一盒了 但是是第一個第一名 真是太刺激了 終於有人可以 打破這個獎局啊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場 你現在玩多一場嗎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兄弟能夠突破他 對 最後這位兄弟很關鍵 好啦現在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就是由我們的JL 選出莫提斯的其餘的兄弟呢 就是普利莫啦 這一場是一個很關鍵很刺激的一場 因為剛剛流星拿下了 成功通關了 唯一的通關 如果這一場JL能夠通關的話呢 我們後面就還會繼續再打 如果這一次JL失敗了的話呢 我們的流星就直接成功了 成功了 第一名 第一名 這一次有一賽兵拿到了成號的王 沒錯 現在看起來各位 普利莫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呢我們就有請 有請我們的莫提斯JL 開始行動吧 好現在我們看一下幾次可以 踏出他的第一步了 誒他的第一步竟然往外面 不要這樣 又要存多一次了 對啦 來第一次 看起來能不能 剛剛那個就很刺激了 現在看起來能不能 嘿野狼直接在門口那邊堵著他 對 而且還告訴他我在這 他一直吹一隻很囂張的野狼 其實不可以這樣子吹的 就 你讓人家知道你在那邊了 就沒有這樣好玩了 對不夠刺激了 可能莫提斯都怕了 你不敢走那邊了 莫提往下跑 然後野狼就往下吹 現在看他要怎樣成功的通關 走阿滴一下 這個距離莫提斯還打不到他的 韓哥不要亂走路了 你不可以移動了現在 不要夾夾 給他等到複蛇插去中間 他可能特地卡的角度卡得到 蠻漂亮的 大家都插上去找到他 但是都打不到他那種感覺 是是是 韓哥剛剛偷偷的送兩下 1 2 3 哦 直接插了下來 對對對 好現在莫提斯這樣再存一存 哎布萊恩死掉了 看來你獨眼沒死 沒有看到 拼判的生涯居然有變速了 旁邊撐一下 哦 要推回來 有4個拳頭在等他 可以 卡得美這個位置 這個蠻厲害卡的 現在他要成功的插出去 就要看他有沒有這個機會 來 準備 要不要動 獨眼來了咯 沒有時間了咯 對對對 一下 兩下 哦 又跑回來了 獨眼淹 眼磨出口了 對啦 我們再給他一點點時間 再不出去就沒有了 啊 被吹死 哦 獨眼來了咯 OK好失敗了 對 雖然這裡普列末有少少移動了 也算是有違規了 但是獨眼已經進來了 確實已經進來了 好啦好啦 我們就回到這個畫面了啦 對不對 那就代表說我們的友誼賽已經圓滿結束了 嗯 很感謝那種配合我們錄製的兄弟們 對啦 這次的兄弟相對來說也是非常的乖啦 對 只是中間會有少少犯規的 我們需要再來過以外啦 嗯 其他的都其實蠻順利的 對 就是我們講了過他等下就不會再來啊 對對對 啊 然後在這裡我們剛才看到就是啊 我們玩了有七八場的樣子哦 嗯 哇好像沒有人贏那種感覺哦 對對對 哇超級刺激的 你知道嗎 我在一陣子的懷疑著說這個遊戲是不是怎麼那麼難玩啊 我們的規矩是不是set到有問題啊 對 有些兄弟是差少少走到出去了 啊 但是就是到最後面的時候就被吹死了 就被吹死了 啊 也算是厲害了啊 嗯 結果來到最後第二場的時候 懷疑啊 是誰獲得了這個拿下來一分的 對 我們的流星成功穿過去了 成功穿過去了 嗯 所以在這裡我們也恭喜流星啦 好不好 對 獲得了你錯群裡面的稱號啦 沒有錯啦 這次它叫什麼 這次它叫大不流星 這次它叫大不流星 對 因為說大大不走過嘛 大不的跨過那種主愛物剛好它這樣流行 就是大不流星的稱號 而且這個還是真的成語咯 真的成語咯 不像那個大熊胖虎這樣咯 好啦好啦 這一次玩得非常刺激 尤其是剛剛流星穿過那一刻 哇我直接緊張到我心臟快要跳出來了 對啦 如果完全沒有人過的話 可能我們會覺得好像不開心啊 對 我一直以為是沒有人可以通關的 那你知道哇 還好有一個技術蠻厲害 對 可能剛好啊 今天蠻幸運的啊 哈哈 不過它普利莫也很關鍵 普利莫站的位置 普利莫的站位也是很關鍵 所以說如果我們要百分百的公平的話 是沒有可能的啊 畢竟我們這個只是一個 以快樂為本的友誼賽啦 沒有錯 大家玩過開心下去就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為止了 好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下一次的友誼賽 到底會是什麼主題咧 沒錯 如果有興趣想要玩的咧 就記得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啦 留守最新消息 對啦 對啦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咦完了啦 完了咯 你還想要看啊 對啦 我還想要再看啊 要怎麼做呢 這樣就要訂閱我們黑兄弟的頻道了 我們黑兄弟的頻道咧 將會在每逢一三五晚上七點 上傳新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